你後面會不會被判死刑 會不會被判死刑 會不會怕死刑 好本件那個李某的部分 假官是起訴殺人然後非法持有槍彈 那另外還有妨礙自由 那經過本院合一庭後 剛才訊問的結果 我們是認為說 本院是認為說李鴻淵 他犯後有用交通工具 騎乘逃逸到騎乘逸現場 又有多次變換交通工具的一個情況 然後最後長逆在養生會館 那另外他所犯的殺人罪 那本身就是死刑無期徒刑 跟五年以上的最輕本刑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那這個部分本來就有趨吉避凶 然後逃亡的可能性 那另外呢就與槍支來源的部分 其實李鴻淵所講的 跟另外一個共犯 所講的槍支來源的公訴 歷次都不一樣 那這個部分呢 留待後面的審理還需要交互結問 那此外呢因為李鴻淵基於他個人 對於健康公司仇恨的關係 那短期間就槍殺了五個被害人 所以以此來看的話 我們有本院合一庭是認為說 他有充分的一個可能性 如任其在外的話 會再反覆實施殺人之語 所以以上這些理由 那就把這個被告李某就是擠壓禁見 好嗎 好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